《秘密花园》 收起我们的好奇 在围墙的后面住着什么样的人 在花园的深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人林 中国人的花园 从这里我们穿越历史与传说 沿着花园的小径 寻访我们的来处与归途 早前呢 这个骑着散步的时候 我在骑着喂这个铁鹅 他们在下面走 都拍成一个大队 我给个口号 他们都听 都过来了 李海峰是听着 蓬莱神话故事长大的 他认为 自己建的园林 就是把蓬莱搬到了人间 每个人心里 都有自己梦想的花园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一些把秘密花园 搬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 每个人心里的花园 所有的荷兵 所描迹 所描迹 在实际上 这不是一康兵 是一康兵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是一康兵 是一康兵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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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其他国家 也在其他国家 比利时的天堂公园 拥有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 园主艾瑞克 小时候爱听中国的传说故事 如今他年过半百 终于有机会实现故事里的中国花园 艾瑞克的偶像是汉武帝 他甚至把自己建造的中国花园 命名为汉武帝之梦 我感激到这个皇帝的故事 因为他象征着人的传说 我们是小伙伴,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然后我们成长 然后我们成长 的战争 的想念 的想念 的建议 的想念 让我们能够改变确实 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我喜欢美丽的故事 想要成灵状在建造一间森 是比较友善 在汉武帝的年代 高山之巅的昆仑 大海深处的蓬莱 居住着人们想象中的仙人 在生命的秘境 坐落着仙境的花园 那里有金玉的楼台 和无穷的享乐 人们期盼走进仙境 渴望远离生老病死的苦恼 从前始皇派徐福渡海求仙开始 蓬莱仙境的形象变得愈发清晰 可是仙境在什么地方 仍然是一个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年之后 仙境是真是假 已经不再重要 长生不老的梦想 虽然天真荒诞 在人间实现仙境的信念 仍然存在于 园林的山坡 一封岛屿 亭台楼阁之间 蓬莱三岛的 一池三山格局 更是成为中国皇家园林的典型标志 当仙境化作花园 汉武帝的故事 跨越了语言和文化 让他的梦想 在园林中得以永生 看来是什么呢 人家是什么呢 不在实现 是什么事 在实现中的实现 和您的 这回事 我喜欢这个故事 我喜欢这个故事 我认为这个故事 我喜欢这个故事 这场穿越现实与想象的造源之旅 让艾瑞克与中国工人们成为了朋友 这场穿越现实与想象的造源之旅 让艾瑞克与中国工人们成为了朋友 现在中国猿还生活着两只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进天堂公园 走进艾瑞克的中国梦 当西方人在园林中想象东方 中国人则在园林中玩味着历史 演绎着古往今来的人生戏剧 军官杨志正带着家传宝刀 走在北宋都城东京的街头 神无分文 他只能卖了这把刀才能活下去 他还不知道 马上会有一个叫牛二的混混过来挑衅 最后死在他的刀下 如果不是因为丢了花石缸的石头 杨志就不会被太尉高求 赶出殿帅府落得这般田地 在杨志落魄街头的时候 运河上一搜搜载着花石缸的船只 正在驶向宋徽宗的园林更越 为了建造这座石头垒城的花园 连为百姓运送粮食的草运船只 都要被征用 从花石缸事件开始 杨志一步步落草为寇 石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 也几乎令整个国家陷入疯狂 园林的石头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力量呢 北宋时代 门人山水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徽宗要把这些山水画变成现实 这时彭来的理想历经千年的演变 愈发成为帝王无限可求的目标 宋徽宗直接用这些奇风异时 搭建了自己内心的彭来更越 他要在更越实现圆林新的高峰 用山水创造心中的理想世界 此时 蝶石成山已经成为更为具象的 人间彭来的标志 更越建成五年之后 金兵南下北宋灭亡 更越被毁 当年那些还没来得及运到更越 和沿途散尸的奇石被称作更越仪石 后世有人写道 中原自古都王国 王宋谁知是石头 艺术家叶芳用装置艺术的方式 呈现他心中的更越 除了仪石和传说 更越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彭来也好桃花园也好 都是人们心目中的神仙的季节 但是更越不一样 更越是用人工营造的 但人工建设 却形成了一个理想的天堂 有无从的这个 风情在重复 那么我们同样人工 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的人工中 注入天地观 注入我们的大法自然的哲学观念 在这个天地乾坤中 找到人的位置 彭来传说奠定了中国园林 一池三山的山水大格局 山 水 石 植物和建筑 构建出人间乐园的基本模式 并且为后世沿袭 人们在园林寻回仙境 也在这里亲近自然 回归山水之论 兰农赵银泉 与妻子西心料理着花圃里的兰花 等到来年春天 这些其貌不扬的兰草 将开出令人惊艳的花朵 从山野开到了宫廷 又从士大夫的庭园 流传到了寻常人家 圆里的花开了 圆里的花开了 圆外的花也开了 花带来大自然万物生长 时节交替的讯息 这些花开了 圆里的花开了 圆里的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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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思议的 圆里的花开 这些花开 人们一直在追求自然 甚至模仿自然 而自然一直都在那里 就像这些色彩 声音和气息 环绕在我们周围 这一维维锦里 是音乐家林鼓方的伙伴 最近他发现 有些大鱼活动得不如先前自在 自家的水池 到底还是太小 太拘束了 林鼓方决定给他的锦里 找个更大 更舒适的新家 把大鱼送到好朋友 林秉辉的食养山房 一天 庄子和惠子在河边散步 庄子感慨 河里那些鱼儿游动得从容自在 他们真是快乐 惠子问 你不是鱼 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答道 你不是我 怎么知道 我不了解鱼的快乐 庄子相信 人的心可以跳脱躯体的束缚 与水里的鱿鱼 游哉游哉 同样沉浮于世 人如何才能像鱼儿一样 无拘无束地悠游天地 东静永和九年 暮春之初 在昔日月王勾建仲蓝的地方 佑郡将军王羲之 邀约一群文人 在这里雅集聚会 醉意正憨的时候 王羲之想到 与悠久的宇宙自然相比 人生多么短暂 不禁悲从中来 悲叹已成沉寂 而古人金人 却都有着相同的感受 渴望自然地广阔天地 又无法走出 人生的局限束缚 直到今天 也很少有人能够解开这个纠缠的心结 园林 这个人工营造的自然空间 也是人内心矛盾的产物 在外面 飘得久了 累了 还可以回到这个舒服的角落 在山水中修复自我 安顿内心 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讲 他的生命总有两面 一面叫终顶 一面叫三面 那儒家是终顶之论 你要在朝廷问证 你要在人伦里完成自己 在这个世事中间 在这仕途中间 你会有很多的不可测的 或很多的苦难 或很多的挫折 人毕竟是自然的一环 没有山林 这个终顶的压力 非常有聊天 这就是这发展的 我心里会有什么 最后一门 我可能是去 它要走 再走 两步 学习 并做 或者 我可以 学习 始终顶 陆 可以 有这个 艾 具有 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自然距离越远 我们回归的愿望就越强烈 可是把人阻挡在山水之外的 是现实还是我们自己 艺术家杨永良 用现实中的城市影像 与古人的山水对话 在他的作品中 中国人的山水一直存在 仿佛现实世界的另一端 就是传说中的桃花源 魏晋时代 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散淡的一群知识分子 对暴政动乱的现实心灰意冷 无路可走 只有退隐山林归原田居 在那个叫桃花源的地方 没有神仙 没有神仙 没有皇帝 没有长生不老 没有公愿楼台 与世隔绝远离尘消 人与人没有纷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们在这里往来众作 宜然自得 心境终究遥不可及 人们的家园理想 在人间的桃花源绽放 桃花源成为蓬莱之后 另一个重要的园林主题 在艺术家徐斌的作品中 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水池 变身园林的小山水 人们不用再去寻找避世的山林 在园林就可以实现桃源的理想之地 人类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 像桃园名的桃花源 在中国花源 虽然这个位置不大了 可以把这个理想环境 就是用一些代表的器物 像这个石头 一棵树等等 代表这个大自然的 所以就把这个理想 存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之内 园林的环境 我觉得就是为了把生活的速度做慢一点的 不但是为了欣赏大自然 而是你的内在也可以恢复起来 也可以自修 先进可以落地人间 桃花源也走进了园林 2013年 一场名为中国花园 停格 书斋 隐退之地的中国园林书画特展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 这一次展览 被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家称为 重新找回的世外桃源 凝聚在大自然有时候不方便了 所以在花园之内 就可以恢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把这个花园当作一个凝聚的一个地区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的 艾斯特庭院 是中国在海外建造的首个名士园林 它还有个更让我们亲切的名字 明轩 这座仿照苏州网诗园的一角 修建的小庭院 是园林大师陈从舟 与26位苏州工匠参与创作的 我开始设计这个花园的时候 我第一个意思就是 我们把一个中国亭子放在中间了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个很可笑 您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位置当住了 您把这个走廊和名轩放在一边了 把里面留空的 因为那在中国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空间 所以把这个空间保存下去 就让您的思想可以把它充满了 这个花园在纽约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 在纽约 人家都是很忙 跑来跑去 反而这个环境之内 能够安定下去 所以很多人来的话 他们不单是观光而是坐在这儿 就休息 而且在博物馆看那么多文物 有一些自然光 有一些质物 所以换一个环境了 花园就是站在这个大自然 和城市文明社会的之间 是可以把这个人造的环境 和大自然配合起来 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附近 就是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 这座占地将近五千多亩的公共园林 让人们从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中 得以解脱 早在19世纪50年代 中央公园的设计者们 就已经预见到了 城市化进程中 人口爆炸 环境污染的问题 用园林景观的方式 开出了治疗城市病症的药方 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商业区 中央公园的山水 有如城市中的世外桃源 无论哪一个时代 哪一种文化 人们营造的理想环境 都有山水自然的元素 在中国人的园林 治愈身心的山水 是宇宙的象征 人只是宇宙的一份子而已 宇是一切的空间 是园林的湖中天地 无边无际 昼是一切的时间 是园林的四时花开 无始无终 山石花木 亭台楼阁 写照着人的心境 也重建了古人心中宇宙的和谐 这是中国人思想中 人工所能达到的最佳人居状态 从园林开始 让我们回到认识世界的原点 去发现最适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农历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 恰逢荷花花神诞辰 夜放请来一众好友 在自家的园子 为荷花过生日 园林的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感官在花的色彩和香气中获得新生 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人的生活 只有活在当下 让生活成为艺术的载体 园林的生命才能历久弥新 我们喜欢园林 因为园林如画 我们自己想要走到画里面喝茶 到画里面玩 2013年11月的一天 台湾茶人谢志章和他的伙伴们 来到了苏州的艺朴 接下来三天的茶会里 他们是艺朴的茶主人 建于明代的艺朴 是一座隐藏在民居之中的小园 平时这里是苏州人 喝茶聊天的去处 让艺朴名声在外的 是一本名叫《账物志》的书 一本中国古典士大夫生活的百科全书 作者文振亨 是艺朴第二代原主 文振梦的兄弟 今天 在明代文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当年的诗情画意 仍在延伸 我十二年前第一次到苏州来的时候 我们看了很多园林 走到艺朴 我真的很符合我心中的话意 就一眼就爱上了这里 园林本来是居家的空间 烧水煮茶 是这里再品尝不过的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琴棋书画 诗酒花 园林是美的 这里的生活也是美的 年龄我们平常看到的样子 都隔着红栏杆看 会觉得 好像也缺乏了一点生气 它像博物馆 像橱窗里的陈列瓶 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把栏杆收起来了 大家走到了 一个生活空间里的 不是走在博物馆里的 这两天我真的感觉到客人的那个欢喜 人人都在笑 坐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空间里头喝茶 感觉这个空间的美活过来了 这次茶会的主题是秋意图 主角是来自台湾的乌龙茶 芋绿茶香混合着果香和花香 将窗外的秋意一层层地染上心头 人们赞誉谢智章的茶席是岸上山水 有园林以少胜多的不尽之意 而谢智章则觉得 茶会拌完就拆了 什么都没有了 茶汤的香气更是瞬间及时 油园也好 品茶也好 心要在那里 否则就错过了当下的美 园林是什么 归根结底 园林是一种活法 一种生活态度 从无定势 由心做主 清代乾隆年间 在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 苍浪亭附近 住着书生沈父和他的妻子云娘 夫妻二人没有自家的园林 借景苍浪亭一样自得其乐 云娘渴望的理想生活 是一座十亩的小园子 平时沈父画画 自己绣花 还可以种种菜 维持日常的施酒之需 虽是粗茶淡饭 但是可以与爱人一起共对美景 神仙居住的仙境 也不过如此吧 每逢荷花初开 云阳都会把装着少许茶叶的小沙包 放在花心里 第二天的清晨 取出浸透了荷香的茶包 泉水兼汁 就是被沈父称赞 香蕴尤绝的河花茶 沈父与云娘的生活 一直不算富裕 后来住的地方 连井也没得借了 索性就用书桌上的碗帘 逾越自己 对他们来说 园林的形势并不重要 少了那份风雅 即使坐拥豪宅 又有什么意思呢 只可惜云阳匆匆早逝 再也没机会 建成自己的园子 沈父把夫妻二人 平时种种的幸福小事 写成了福生六记 前两天听到一个朋友在聊 他早年跟警方朋友 到那个乡下去 后来无意中间闻到 一阵辣梅香 他们就寻着这个香味 就到了这么一个园子里面 就敲门就进去了 在里面就是看到 一颗形状特别好的 一个古的辣梅 看完以后 刚好一个老太太 她就把一个木头的井盖 把它拔开 拔开以后呢 刚好辣梅的影子 就折射在那么一个井水里面 一瓷 全部是辣梅 故事里辣梅的倒影 点醒了庞喜 园林在于外物 更在于心境 在作为空间的时候 经常要跑一些园林 去找一些相关的元素 然后再去做一些 现代的改良 放到我的空间 在庞喜的喜设 工业风的高大厂房 混搭着苏州园林的假山石 甚至日本园林的枯山水 这里不是园林 却有园林的特质 这一天没有访客 天气预报有雪 在屋后的茅舍里 庞喜和妻子一起喝茶 茶好了 花开了 现在只等一场豪雪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座花园 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 这座花园就会自然生长 今天的园林敞开了大门 这里不再仅仅是 帝王的宫院 或者文人的庭院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走进自己的园林 蓬莱 海市蜃楼的景象 让这座小城成为人间最接近神话仙境的地方 几千年来 海中的幻影总在变幻 而蓬莱人李海峰觉得 有一天 海市蜃楼会折射出他营造的三仙山 一座集纳了古今蓬莱想象的超级园林 我当时在这个海上 搞了个水上飞机 海市蜃楼这个圣经重现以后 我就叫咱们那个驾驶员 说你刚好打我 朝着海市蜃楼的方向走 怎么走也要是看得那么远 本来想开着飞机 能不能看看机型在海市蜃楼 这种是什么感觉 当时是以色列的通行 这个有点可笑 看老头儿了 李海峰经常自嘲自己读书不多 但这并没有阻碍他追寻心中的蓬莱 在每个阴的那些世界 都自己的孩子是 我呢就用我自己这点 这个潜伯的意识 来这个用我的说指 去印制我说什么当中 孩子是了 一草一木 开闯开门 每等建筑都是我乘的房间 在三仙山 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群 展览着各种文物收藏 供奉着如是道的祖师圣贤 各种人间的珍宝建起这座众神的花园 所有董事都是历史组建的 没有永恒属于自己的董事 印度是到大街来做客来的 虽然这个圆的这么美丽 这么漂亮 又有这么多枕藏 我冲其量是 电线剑 我还理解 看门闹头 秦皇汉武的蓬莱之梦 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实现 今天的中国 造梦工程此起彼伏 这片土地 在以史上不曾有过的速度 更改面貌 其实诞生的新事物越多 那些看似已经消失的老事物 就越发历久迷心 看到自己的作品 在异国的田园展览 艺术家李小超 却想起外婆家的后花园 多少年了 他该回去看看 对原来初步的记忆 应该是一种 就是相承的 好样的一种感觉 最印象最深刻 在我们的外婆家里 她的后院特别大 院子里面就有好多花草 当然现在看起来 都是一种主笨的 一种多年生的 一些草笨植物 像什么葡萄家呀 什么唐春藤呀 一些零小子的地画 看起来很年价 看起来就画了一片子 那种感觉 特别的 让现在这么大年龄 回想做梦的时候 觉得那一片景黄的颜色 一直是 然后看起来举动不易 外婆家的后院早已不在 林小超一路寻觅 发现这里消失的 不仅仅是外婆家的后花园 两千多年前 关中平原的村庄 曾经是汉武帝的园林 上林院 当光影从远古照来 历史的摇曳 投射在林小超一 发现了一片子 没有人的村庄 这次是 在这一片子里面 发现了一片子 这次是 我们的村庄 发现了一片子 就会发现了一片子 就会发现了一片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 有一个地方人与神灵不分彼此 自然万物和谐相通 那里是传说中的仙境 那里是人间的花园 无论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 都没有停止理想家园的期盼和探索 在人间实现先进 建造美好家园的信念超越了时间 也超越了一切信仰 中国这座长城之内的花园 这里的一切与那些传说 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不可分归的一部分 凡是生于土的 必定归还于土 诞生于天国的种子 也将回归天国 汽狗碾吐 山西关中地区的民间竞技活动 两千年前 同一块土地上 细狗的祖先们追随着汉武帝刘彻狩猎 那时候这里叫做上林院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两千年过去了 上林院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但在古老的皇家猎场上 细狗追逐的脚步 却一直没有停下 上林院真的消失了 上林院真的消失了 上林3 syndrome 上林4 segundo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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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刘彻只好亮明了身份才得以脱身 成性而来却败幸而归 这次的经历让刘彻很不高兴 于是他开始盘算承建上陵院 上陵院原来是秦朝的皇家院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没有了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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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爱狩猎的刘彻 赢建自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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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就这样刘彻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强拆 村庄消失了 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上陵院 三十六座院中院 十二处宫殿群 观景 待客 餐饮 住宿 功能 刘彻是上陵院唯一的主人 这座收华的园林处处体现着刘彻一个人的意志 刘彻经历旺盛 喜欢狩猎 他说 院友 怎能没有百寿 于是 无数异寿真琴 被尽收于此 刘彻想在上陵院里 嗅到不同的香气 于是 三千多种珍奇花木被移植到这里 刘彻想变长天下蔬果 于是 波斯的大枣 西域的葡萄 南越的槟榔 越过千山万水 来这里扎根 扩建上陵院 刘彻集聚了帝国所有的物力 院中既有清秀 婉约的南方风情 也有险峻豪迈的北方气概 在流传后世的上陵阜中 当时的人对上陵院做了这样的描述 院北还是冰雪矮矮 院南亦是鲜花盛开 上陵院里不仅气候各异 而且地形复杂多变 院中秦岭山脉蜿蜿 八条大河纵横 山陵院地域之广阔 威魔之宏大 是中国历代皇家园林 不能超越的 或许今天只是历史的投影 那些过往并没有真的消失 而是像暗河一样 一直流淌在土地下 滋养着这里的一切 李小超相信 严寻着那些熟悉的事物寻找 就可以打开上林院的大门 小时候高高的城墙是个生活的一破烦 以至于我对它熟悉无度 而仅前来到船长的寻找上来 我突然对这个无必熟悉的事物 产生了疑问 在古代连京的城市才有城墙围绕 我的祖先们为什么要在馆总附近 手间城墙泥 你好 麻烦你还在这个城墙 啥是小的一个城墙 哎呀这个城墙是那个时候 咱们挺人的 就是不要就是防那个夜蛮的那些熟悦那些 所以这块小的一个比较躁 大概应该是在探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外边来的人不是说探的人不能进来 那他从哪儿看你 他就从这儿 对的 这两个念 梁王寺 这梁王寺 梁王寺 人家就爬到那边就能看到外头是谁进来的 是这个探的人吗 是门开开 不是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现在怎么记得 这个东西下来这个地方电稿了 他笑的时候在这会儿 那就给不看不到手都拔的 给不到看到 距离大于隐秘度 看不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 等下探在这个 探在这个 就是小葱子上了 小葱子扒上来 扒上来才能撩住这个面 每次走进这样的城门 李小超都觉得脚步沉重 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每一步 能跟先辈的足迹重合 而且踩踏在不同时代的印记上 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澜动荡 这块土地绵延到今天 却仍旧充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也许在了解历史的同时 感受脚下这块不变的土地 才能捕捉到远古的信息 留在今天的回响 西方寺 西方寺 这二十五 他表演的远景 你也看了不满意 总是在二十八二十九号 凉满上把他这水连 这都不他黄黄岸边的 头黄黄黄的一种警生 要放不下 都跑去了 跑去了吃 看 这个大手 大手 上锣鼓起源于秦汉之际的挪戏 舞蹈高潮部分 比脚才鼓面 象征占领敌人阵地 舞蹈本身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是和动荡的战争年代 息息相关 后来不知何时 挪戏里的面具 被核桃皮做的眼睛取戴 马琳 小媳妇的红兜肚 娃娃的虎头帽 也参与了表演 虽然被叠加了 不同的时代烙印 但上锣鼓走到今天 他狂欢的氛围 和粗犷的韵味 一直没有变 上林院 也有自己的狂欢节 每年开春的时候 皇家境地上林院 也会向普通百姓 敞开自己的大门 刘彻要在上林院 平乐观前面的空地上 大臣百姓 与民同乐 刘彻展现的 不仅是融合了鼓吹 歌舞 杂技 舒畅的百姓表演 更是大汉帝国 从容开放的态度 想念的笑容很灿烂 神情又很转热 让我不禁想起 曾经在国画里看到的 汉带北新人 他们得意忘形地 运动着神气 努力地示范着快乐 愿望的想起 就像一个母子里 咳嗽了一样 但是这种想象的背后 就隐藏着神闻 杨阳我这汉用 在现在看看秦勇其实有 有很大的差异 秦勇现实一些 汉勇比较卸音 这个线条它都是弧线性的 我想秦勇的指线比较短 秦勇都比较严肃一些 他有很浪漫的那边 比较富有香香的 汉勇最直观地 从历史走来的人 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汉代的兵马俑 与秦代兵马俑不同 身后有强大国力的支持 战争对于他们意味着征服 而不是九死一生 所以同样是出征打仗 他们的状态十分轻松 脸上流露出的是自信 丛容 给我们这个高鸽子 这个高鸽子 现在在几何文献来看 高鸽子用 这个气力形成相中的 应该是灌注人 在灌注人 在灌注人 这么多年来 管总那个状态都没有改编过 头大面块 脸上金丝 刀刀看看 好像记录着这块突击的 枯篮边前 那是灌注人 吃的圆别 秋山会议 包括一道西岸 一道东南都发灵犬 这是那小北京 小北京 好不是小北京 北京又说灵犬又说灵犬 到我 下面有黄河风水后 到我教官 华一是双泉村 是西汉粮仓旧址 随处可见的碎瓦片 都是秦汉时期遗留的文物 这是回文转 这是汉代 这是汉代建筑的面转 面转 这是装饰转 你想当时的建筑 这个标面上 肯定都是福利堂皇 过去说秦长汉瓦 自己就是这 这个地方主要是过去 为了这个上林岸 对 的建筑 为暴涨景城的持核 粮食从管总 从韩国管一栋 那个方向 过来以后 到这来储存甲骨 这儿有个水槽 哦 水槽 一直是水桶到长岸城 就150多公里 有了这个水槽 有了一个孕府 就有了船公 对 是这样的 有了船公 就有了船公耗子 有了船公耗子 后来形成现在 落下那个拉泊 后边 拉泊省 就是船公耗子 沿水 女王啊 娘娘不留情啊 她们的恢复之意 也没有改变过 仿佛穷困的突击下面 长大的声响 又像来自离世山区 这些灵魂的呐喊 她们最后参見 zombie ro Standard 我愿意 快去 你 绹 这个 它 扩建上林院的时候 长安集聚了数十万 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 粮食供应不足 于是刘彻通过曹运 从外省调集 运粮食为了鼓舞传宫士气 带头传宫含起了耗子 粗广的传宫耗子 最终演变成老枪 两千年过去了 关中的乡野间 还能听到这种远古之枪 在老枪积月雄魂的吼声里 一座金童仙人拔地而起 金童仙人是上林院里最高的建筑 它与脚下的神明台共六十七米 相当于今天二十七层楼的高度 刘彻在上林院里立起金童仙人的时候 也把大汉帝国推向巅峰 而他的视野和野心 早已延伸到上林院 帝国之外 更冷的地方 大汉帝国通过东并朝鲜 南珠百岳 西域葱岭 开透了汉朝最大版图 刘彻开通的丝绸之路 将欧亚大陆连接起来 这条七千公里的长路 给欧洲带去了丝绸和瓷器的同时 也向世界展示了 帝国空前的强盛和繁荣 在大汉天子刘彻的眼里 真夏只不过是他一座更大的猎场 只要他喜欢 没有不能猎取的 天家传统 天家传统 百路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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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他这样的一座更大的 confused 百路悲伤 未出唷 公主府的歌姬 一次出移回宫的路上 刘彻遇到了他 并把他带回宫中 别人 可是一入宫门 刘彻就把魏子夫忘得干干净净 直到一年后 有一次宫里要遣散一批宫女 魏子夫也在其中 也许刘彻终于想起了 那天的邂逅 魏子夫被留下 并被封为夫人 住进了上林院 路过了几年 魏子夫生下太子 大汉的天下有了继承者 皇家的天丁之喜 自然要大张锣鼓 好好庆祝一番 而普通百姓家里 娶新媳妇或是生了孩子 也会大摆宴席 这就是村庄里的过世 有头有脸的人家请来乐班 用欢喜高亢的声音 宣誓香火延续 家族壮大 一家人的喜事 也是全村人的聚会 过世最重要的是痴喜 汉代给我们留下的画像石资料 就像一面镜子 记录的是两千年前的历史 映照的是今天的生活途径 火腿 烟鱼 待宰的小鹿 家禽 还有一手拿着扇子 一手翻烤肉串的人 鲜活的场景 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 鲜活的场景 你拿 不快就来的 这都鲜活的 不要有人上大学 村庄里延续千年的 是过世的习俗 一是观众人对待生活 热情乐观的态度 圣灵院里 刘彻也要过世 当时和汉朝建立外交的国家很多 每当外国使节来访 刘彻就要大摆宫廷盛宴 让他们见识一下帝国的豪舍 有一次 刘彻特意用铁制的巨大酒杯 来款待宾客 客人端不动酒杯 但是又不敢违抗酒令 只好把头低下 伸进酒杯牛饮 看着使节们俯首称臣的样子 刘彻暗暗得意 也许历史从没有真正的消失 它就像这些石像一样 一直深埋在这块土地里 那似乎看到 那个巡回的年代留下的记忆 一直流淌在冠州人的血液里 它赋予人们一种奔扰 在枯栏里保持平衡 从平安中提出快乐 这样几年来 观众人一直都是这样的 自信 叛人 雄行不本 李小超用脚步 丈量这块土地 两千年的时光 他发现历史里充斥着现实 现实中包裹着历史 如果现实和历史能够交集 他们会有怎样的碰撞 李小超决定画一幅长卷 让上林院和村庄在纸上相遇 可是这么抽象的主题 到底要用什么绘画方式表达呢 汉代画像石 在沉重的材料上 用轻盈的线条 刻画出丰富复杂的图案 表现两千年前的生活 利用画像石的机理结构 制作踏片 敲打画像石 墨迹随着画像石表面的深浅不一 在薰纸上呈现线条或者影子 他这个小孩啊 我看这个小孩 他做了个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一个凳 一个凳子 这个画像石的珍贵之处 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 这个画面当中 生活气息比较浓厚 你看哈 这个小孩这个凳上面 在牵着牛鼻 牵着牛 对对对 那好像这个牛和这个马车 应该是对应 对对建设外边 而且他的画面都是 尤其画像砖 他们讲究满构图 回让空间显至任 汉代画像石内的每一个星辰 都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 自活成不同的形状和图案 他们随意又充满统 与这块突击上的显示 直迫的生活多么契合 这种古老的机法 唤醒着 生了对这块突击 最真切的感受 景前的村长 仍然重复着花香石内的生活 当站在阳堂的空街上 看到兜子飞向空中时 恍惚觉的 那是从花香石内 跑上出来的兜子 落在景前的突击上 猫松脚铃 偶尔浮射 存长就是这样 过着自闭的日子 两千年前 我们的志想用花香石 刻画这块突击上的生活 而如果复看景前的馆者 突击和突击上生活的人 不就像一块活动的 巨型花香石吗 现在我们想把古老的机法 重新还给这块突击 向人们呈现 理事和景前的生活 如何在馆总大地上 一昧相称 不看吗 一般画的女巫上 感谢观看 还请不吝点赞看 请不吝点赞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冬天 刘彻带着镖旗将军获去病 郎中令礼杆到上林院里狩猎 渐渐地奔跑追逐中蔓延起一股杀气 两千年后的又一个冬天 曾经的上林院猎场 一群戏狗又开始了一次疯狂的猎人 这块土地上永远都有战战兢兢的裤子 杀鸡腾腾的戏狗 他们之间的角逐 从汉代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汉朝受的 这就是皇家看了一个受点唱 这个戏狗是由皇家受点 亲中它就是皇家的牛眼 咬香骨 吹香肩 鱼巴就是像蟹子一样 戏狗的目标通常很明确 但有时候兔子却是被蒙在鼓里 直到被杀死 李杆才明白 自己就是那只被追赶的兔子 直到看见李杆被杀死 刘彻才明白 自己并不是猎场上 掌控全局的那只戏狗 两年前 因为一个误会 李杆击伤了霍去病的舅舅魏青 魏青为人忠厚 没有追究此事 但霍去病却一直积怨在心 终于趁着上林院狩猎 霍去病杀死了李杆 霍去病射进李杆身体的那一件 让刘彻格外疼痛 在我的猎场上 在我的猎场上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因魏子夫霍 霍去病而盛极一时的卫士家族的运势 霍去病事件 霍去病事件对刘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晚年的刘彻失掉了自信 取而代之的是重重的疑心和猜忌 而这也影响到上林院的格局 刘彻统治的末年 上林院又开始一次大规模的施工 他命人修建了四百多里的城墙和十二座高大的城门 并规定擅闯园者一律死罪 城墙上常驻羽林军 园林里的昆明池也操练起水师 封闭取代了开放 关中的每一座村庄都有城墙围绕 这或许就是两千年前 柳彻微妙的心理变化 打在今天的烙印 多年的穷兵独武 逐渐退去了大汉帝国的光环 国库空虚 让上林院不堪重负 于是刘彻把当年赶出去的老百姓回迁 将上林院里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重新租赁给他们耕种放牧 老百姓在上林院里 过起了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 村庄又回到了上林院 皇家园林就像是一座巨型的村庄 皇家园林就像是一座崇大量 江桐梯林聪合 load 但无论是戒备森严的格局 还是恢复财力的举措 都不能阻止上林院逐渐走向衰败 刘彻暮年又一场宫廷斗争中 魏子夫和太子自尽 魏氏家族随之覆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衰败只是繁华的另一面 衰败只是为了再次繁华积蓄力量 衰败和繁华在一起 才能组成完整的生命 当我完成上林院长卷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些山川河流 园林存长都不重要 本身戴根尔李亮的诗 生活在这片陶级上的祥寝附落 从李四到京前 一路走来的诗 他们前百年来春朴的生活 朴实的情感从未改变 长达十多米的上林院长卷中 有现在村庄里的生活场景 有奔跑的动物 过去狩猎的场面 还有宫殿 巡游 这就是李小超看到的 在这块土地上存在于 今天或者历史中的场景 这里谁到底是谁的投影呢 但在这里始终有一位老人 不时地出现在历史或者现实的空间交替中 他是讲述者 历史的看客 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符号 这个关中老人一路走来 就像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一脉严成 扫官吻茶用的是驴粉 分头和茶香 截然不同的量级 创造出了是一种新的核心 那的花里李四和鲜石也是量级 但是它们比自由传说的鲜桥 模糊了界限 成为可以任意打破的空间 李四里充斥着鲜石 鲜石中也保护着李四 那的花里没有更多的色彩 因为白鲜和黑夜夹起来 就是存在全部的圣 那的花由普通的鲜桥组织 那是观众大地从来没有改变的基地结构 那花里的人物没有误管和表情 那是古往捡来无数党面孔的结局 契罗哀乐全部指使故随 军中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深冷硬据 如果在汉代 他们就是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 持诚厮杀的人 而放下武器 他们就是在田间劳作的人 就是这样的观众人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 在两千五百平方公里的黄土地上 建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领 放下金称 十二千二千三千 三千二千三千 十二千万 十二千千四千 十二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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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千万 小子后 沐浅在墩上角树 一个礼拜回来一次 每个周末的黄慧 沐浅会守在家门口 动她回家 沐浅还没有到村后 沐浅就把她长长的印子 送到村地的土路上 那是那心里最紊乱的记忆 从那时起 那就眉莲上了印子和现状 雪娘 今儿此美妆 人面偷火 像洋火 人面 我只会自己 从2月1号开始 北京市气象台连续发布了 大雾黄色日数 过去的雾霾呢 昨天再次笼罩了我国的中东部地区 北京的周边华美 已经西北的五个省区 今年以来 中国平均雾霾日数为52年来最多 刚刚过去的10月份 中东部雾霾日数 欢笑其间 富豪为取悦爱妾造了金谷园 但在远离闹市的山水间 有个仙境叫桃花园 梦醒了 王的园林 美人的金格 都没了踪影 只是忘了问老者 那桃花园 有多远 有多远 十一记记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未见上陵院 从山西云港 引中竹子到咸阳 这是竹子用在造园的最早记载 竹空心有节 任不舍 中国园林必有竹林 王维作诗竹梨馆 独作幽黄里 弹琴复长笑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幽黄指的是幽深茂密的竹林 弹琴的是鸡康 仰天长笑的是阮吉 两个在乱世竹林间怒放的生命 阮吉自四宗 善于笑 常常独自驾车 直到前方无路可走时 嚎啕大哭一场后 再折返 公元二六三年 夏 洛阳东市的刑场 三千太学士跪地 请愿赦免一位死固 被行刑的人身长七尺八寸 很有风仪 他叫鸡康 自书页 近来听说巨猿雄 您升官了 我感到十分忧虑 恐怕您不好意思独自作官 要拉我充当助手 这等于使我手指独刀 也沾上行骚气味 鸡康口中的巨猿雄 是他的挚友山涛 自巨猿 山涛曾评论鸡康 既书页之为人也 炎炎若孤松之独立 其罪也归鹅若玉山之江崩 这样的风姿 吸引了曹操的孙女 长亭公主下嫁她为妻 鸡康被打上了曹魏的烙印 魏晋 魏是曹魏 曹操摆下的龙椅 儿子曹丕坐的江山 晋是西晋 司马懿铺垫的底子 他的孙子司马炎建立的王朝 两大家族针锋相对 每一步棋引来的都是满盘杀局 曹魏第四个皇帝曹毛怒言 司马显之心路人皆知也 宫城南雀下 他被司马昭的武将成绩 用己刺穿胸部 江山石泉由司马家族掌控 司马昭想拉拢姬康 聘他为幕府署官 姬康回避了 江山义主 曹操孙女婿的身份 带给姬康的 是风头浪尖的危机 我年幼时失去父亲 母亲和哥哥对我很娇宠 不用去读那些凶身制式的经书 读了庄子和老子 我的行为更加放任 好像麋鹿一样 如果从小就巡抚养育 就会服从主人的管教 如果长大以后再加以束缚 那就一定会疯狂地乱蹦乱跳 企图挣脱羁绊她的绳索 虽然给她戴上金的龙头 为她最精美的饲料 但她还是强烈思念着 生活惯了的茂密树林 和丰美的白草 洛阳城东的刑场 向东北两百多里 望见一片群山 那就是姬康的乐园 天门山 姬康将家安在了天门山山路 取名姬山别墅 姬康喜爱打铁 并以此贴补家用 她在自家后院建了打铁铺 并引来山泉 住了小小的池塘 用来锻造翠剑 自然好像墙宝 包容所有的生命 这里就是姬康的园林 没有围墙 山野里的人 以太阳晒背为最愉快的事 以芹菜为最美的食物 因此想把它献给君主 虽然处于一片制成 但却太不合实际了 希望您不要像他们那样 写这封信 既是为了向您把事情说清楚 也是向您告别 姬康惊奇 这篇与山巨猿绝交书 让我们一窥姬康那个 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自我 在自然中得到安顿 绝交书里 姬康划清界限的言辞 比起埋怨 更想出于对朋友的保护 智有情意 也并未因此决裂 姬康临行前对儿子说 有巨猿在 你不会成为孤儿 行场上石尘未到 姬康索要琴弹奏 广陆伞 曲终极康清探 广陆伞与今决矣 吉康中年四十岁 与他同年西去的还有软吉 中年五十三岁 《诗说新语》一部记述 未尽人物言谈意识的笔记小说中 哭字出现二十七次 气十八次 哀二十四次 亡四十一次 死三十四次 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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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出生的杨永良是一名当代艺术家 梦幻风格的山水来自千万张城市的影像测形 看似和谐诗意的图景实际上是工业元素建立的幻觉 2009年开始 他带着相机隐约在都市中即将消失的废墟里 为他的新作品《桃源记》为他的新作品《桃源记》拍摄素材 相机好似他的画笔 他想拼凑出一个在摩登时代与自然生活的裂骨间正在失落的桃花园 我是家定长大的 那边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园子在上海算是 就是宋朝到现在的 那个丘侠铺 我等于是小的时候就一直在那个园子里面玩 那个园子特别好 没人 你会觉得这个园子就像自己家的后花园 大学之后开始就是等于是住在上海 城市有城市的气味味道 这个和在园林里或者是大自然的感觉是 这种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繁杂的 然后杂乱的 公元四零五年秋天 家中实在太贫穷 四十一岁的陶渊明最后一次求官 到彭泽县做县令 彭泽离家一百里 宫田收获的粮食足够造酒引用 在职八十多天后 陶渊明再次此官重回田园 写下了归去来西 我之前的作品一直是以城市和山水为主题 但是慢慢地我发现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人和城市的关系 有两种美 一种是自然界创造的美 一种是人类创造的美 它是为人夺身定做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还是会喜欢城市 在上海空气质量好 大气能见度较高的日子 杨永良常常来到浦东的陆家嘴 为他的桃园祭拍摄素菜 那些不断升高的超级工程 是他的桃园祭拍摄素菜 不可忽视的存在 靖安帝一溪四年 陶渊明回归田园第四年 夏日长风骤起 所有的房屋在烈火中烧尽 没有留下意见 一家老小只好将船翻盖在门前 用来遮风避雨 杨永良喜爱古典音乐 他说 每当音乐响起 他感受到永恒的存在 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慢版 是他工作时常听的曲目 陶渊明词官前说 无不能为无斗米折腰 而今空空的米缸 碌碌的饥饿 逼迫他要出门求食 却迟迟挪不开双脚 遇到林仁善解心意 以慷慨相赠 解为他的窘迫 陶渊明说 这恩惠 无才的我 只能死后再报答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 真的当你完全置身于一个 那样的一个 就是想象当中的一个 桃花园 也不会你想象当那么美好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 在外面 是非得过 尤其是 你也不想想当中之 你也不想当离 我 在外面 上 是 范子 准备 明 瓶子 寄 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陶渊明63岁,告别人世 他曾想象死亡便是身体不再感到寒冷 肚子不再感到饥饿 生命越局促 想象越绚烂 陶渊明对自然的真情向往 好似灵魂的共鸣 越久远 越寥寥 浙江快鸡山山音下起了大雪 紫夜时分 天地之间一片皎白 王辉之突然想起 远在百余里外 盛陷善西的好友戴魁 王辉之立刻乘船前往 第二天午时 小船到达戴魁在江边的住所 可敲门声并未响起 王辉之吩咐仆人驾船返家 日后有人疑惑 为什么不进友人家门呢 王辉之答道 我本诚信而来 尽信而返 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魁呢 林鼓方 一个在台湾文化界有分量的名字 他以缠者 音乐家 文化评论人等各种身份 被人常常提起 而他说 自己是个快乐的老农 我一般来讲就是早上起来 六点起床 六点起床 就在这个地方 喂鱼啦 咻一咻啦 把它把它砸草 这个其实海拔差不多不到一百公尺 可是你看上来以后 转个弯 就是另外一方天地 跟人生一样 人生有时就是你顺着他那样走 他就是世俗 你会转个身 其实不一定要有多少条件 每一转个身 我常常讲 你回眸一望满目青山 然后每天就做老农老仆 跟这些鱼啊 跟这些树啊 做朋友 你看这个纹路多漂亮 有没有 网状的纹路都漂亮 这种鱼啊 叫落叶 就它的 它的这个 这个 秋天的颜色 可是这条落叶很特殊 你可以发觉它闪闪发亮 漂亮吧 在这只鱼的时候 要很小心 大鱼啊 拿起来一定要完全平稳 只要有一点点 折大 就完蛋了 它们啊 生的养鱼了 会有一个哈 小小的鱼网 是长形的 然后这个是步骤 它就让它整个进去 鱼没有见到光的时候 就不会乱跳 就不会 如果我们不常用弄 所以就没有那个设定 它很安全 大鱼一个人没办法 很不容易就把它 一不小心就把它弄死 铃骨方仰锦礼 在朋友间很出名 他也时常往好朋友林炳辉 在台北西纸五纸山的食养山房 送鱼当作礼物 在台湾养锦礼的人 有这样一个习惯 就是家里总会养一条 比较暗色不张扬 可是却有着 一定大气的这样的一个鱼 从一种美学来看的话 或者一种人生的修养来看的话 把一种不张扬 精华内印的东西 当成最宝贵的 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脸蹄 所以原来 这一条鱼在家里就比较特殊 我就想说如果 食养这个新的空间好以后 我就把它送去当成一个 新居落成的礼物 叫人来帮忙搬一只大鱼 要先放在这 这以后是 大鱼 要两个人 你看 而且这很灵血你看 它这个真的像王者这尊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了 而且这都是秋香嘛 它这个秋香是银银银银银 会闪闪花亮 银色的 而且你看那个黄木 而且这个颜色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黄木 这个一定要在水清的地方 先放到水里 先放 现在还不能够 还不能够 把鱼抓出来 因为要把水温 里外的水温 你看这些都是我的鱼 这多大你看 我们半个钟头以后再来 再来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意义中的原木 它不是自然 可是你快觉它跟自然的对接都好 第一个是 无论是跟原来的野兮是合在一块 有些地方它没整理过的这个自然的林木 也是合在一块 我在谈 食养的三个地点的时候 谈到在杨银山山里没有去过的 我说是当代的网川 可以达到一种极致 可是到了这个地方 它已入未尽 所以平原不再是隔起来 它就是人跟自然呼应之下 或者甚至更甚的一体之下的产物 所以在这个地方 原林是使人回归自然 而不是让自然变成人的把玩 或者狭玩之物 食养山房 由山房主人林炳辉亲自设计规划 细致不拘谨 空间充满禅机和原林的争议 山居岁月里 也常有三两好友到访乡去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肥水之战后 王辉之从江州到京城建康 任黄门市 船只在清西边靠岸 岸上有警车路过 他问朋友 岸上是何人 朋友答是环一 环子也 因肥水之战功名极深 正启程去往江州担任刺使 王辉之知道环子也精通音乐 尤其善于吹笛 便跟朋友说 你给我带个话过去 说王辉之素闻其名 请他为我吹奏一曲 朋友深感为难 王辉之笑道 你去传话就是 环子也听后 侧目于船 直视良久之后 笛声缓缓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养鱼其实是一种心情 我们中国人讲悠游悠游 你如果看到鱼在游啊 你就晓得悠游是讲什么 就不費力的跟自然完全合在一起 自然這兩個字原來在中國一拿起來就有兩層的意義在 一層就是自自然然 就是你不假作作 你所謂的趁性而來性盡而返何必見待 你原來一個念頭想去訪自己的老朋友 一路走卻忘記了兩岸雪景兩岸的夜色 那麼訪問朋友還可以下一次 這個當下的月色其實人生唯一能把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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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秋分开始一直到雨水 都是彩蓝的好时节 绍兴兰主镇的兰主山 因为传说岳王勾建 在山下种植过兰花而得名 现在兰农多以大棚培育兰花 很少上山采兰 兰亭旁的山林里 夜生兰花也很难见到棕榈 夜生兰花也不禁止 车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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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有乡庭制度 十里一庭 十庭一乡 兰主山附近设有一座乡庭 供传递公文 旅途住宿 被称为兰庭 东晋时 兰庭已经从一个议庭 成为当时的世家大族 王羲之的私家园林 墓地永和九年 三月初三 上四节 三十三岁的会计内使王羲之 邀约了四十二位文人贤士 在兰庭聚会 亭的左右 一湾溪水 微移流淌 在上流放置酒杯 任其顺流而下 可以浮在水面的酒杯 叫商 水流时即时缓 酒杯也就时飘时停 停在谁的面前就必须作诗 做不出罚酒三宫 一宫酒等于现在的半斤 那天的聚会上 共有十六个人 因没有作出诗而被罚酒 最后成诗三十七首 众人将这些诗汇集成册 以这个园林命名 被称为蓝亭集 那些诗汇集成册 嗯 赶紧 先去 赶紧 先去 赶紧 先去 没问题 啊 没问题 好 快撞去快撞 嗯嗯嗯 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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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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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年前 南亭的主人王羲之 乘着微醺酒意 为蓝亭集 作序写道 这一天天气晴朗 和风温暖 阳首观览到宇宙的浩大 俯看 观察大地上众多的万物 俯仰间 就是一呃 每当看到前人所发感慨 难免感伤 后人看待金人 也就像金人看待前人 纵使时代变了 事情不同了 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 他们的思想情去是一样的 后世的读者 也将对这次集会的诗文 有所感慨 兰亭集序 它不仅仅是书法 不仅仅是诗篇 它还是一朵兰花 一个叫做兰亭的园林 后人常说 魏晋是中国人文历史上 最接近自然的时代 一片竹林 一具采菊东篱下 一曲梅花三弄 一篇蓝亭絮 梅兰竹菊和一个桃花园 好似俊勇的符号 被镶嵌在园林的各个角落 而魏晋那浑然天成的时代气质 影响了后世园林的初心和真意 时代更远 争议慢慢变成了围墙内的精致花园 回归自然本是初衷 做成园林却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问者问什么是道 答者答 道就是春的花 夏的鸟 秋的风 冬的雪 自然就是道 人啊 到了现代文明也主要是百来年的光阴 就是抽离泥土 在我们的长远的千万年中间 我们都是跟泥土在一起的 也就是到了近代文明构建出一个比较 自我封闭的世界之后 才会使得人能够看似 最少外表看似离开自然而生存 可是在我们的基因里 在我们长久的历史 无论从自然从文化 你永远都是自然的一环 所以 回到自然其实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重要的安顿之道 这一点 古今统一 人人心底的桃花源 跟外在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也大千世界 其实是同一件事 你如果这里面 你有这一个 就刚刚才一花一叶之中 你就可以找到你桃花源所在 静泰园中 武林人捕鱼为业 园西行 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家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桑草鲜美 落荫缤纷 愚人甚易之 腹前行 欲穷其林 临近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 从口入 出几霞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旷 乌涉俨然 有良田 美池 桑竹之暑 千末交通 鸡犬相闻 唐代 离我们太过遥远 只有博物馆里的文物 让我们还能感受到一丝 唐代生活的气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些琳琅满目的文物中 容易被参观者忽略的是这件文物 这是在陕西省中铺村出土的一组唐三彩院落 整体分为前院和后院 熟悉这个文物的人都知道 当时一起出土的还有另一件重要文物 平常并没有一同展出 我们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库房中 找到了这件国家级文物 唐三彩甲山 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将要寻找的唐代园林 这是最早的园林模型 印证了当时园林的经典模式 前宅后园 唐代园林的甲山已经不再是土山 而是尖三角形的石山 山下有水一池 山上有鸟有树 这种后世典型的园林元素 在唐代已经初具规模 我们很难在历史典籍中 找到唐代园林的记载 然而在唐诗中 却发现有大量的描述 在古都西安的这条街上 能看到很多灯箱上的唐诗 在全唐诗中 有近五百多首诗句 描绘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唐天宗时期呢 又把原来的 觉得原来的曲江啊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就把这个曲的游泳池 又更名为又改过来 原来的名字叫什么池啦 曲江池 今天的曲江池 已经成为西安最大的核心城区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长安是一座牡丹之城 盛世的富贵之花 吸引着无数才子 如山野之蝶落意而来 他们抒发着得志或诗意的感慨 等待着语化成蝶的命运转机 王维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到曲江池那年 正好二十岁 心科尽士 少年得志 但不久以后 几手牵连被贬官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波折 在他一生的磨难中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真正影响他一生的 也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安时之乐 官员755年 汉军攻陷长安 汉军被迫在叛军中任职 汉军会上 安禄山逼迫宫廷离人弟子演奏助信 岳公雷海青愤而霸眼摔碎了琵琶 最终惨遭枝解 王维悲愤地为雷海青写道 万户伤心生也焉 百官何日再朝天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 是戏神相公爷的忌日 整个闽南地区 黎元航都会举办 隆重的祭拜仪式 而所拜的戏神相公爷 就是那位衰情而出 并为玉岁的唐代月宫雷海青 开元寺是泉州最古老的一座寺庙 始建于唐垂拱二年 在大殿的斗拱上 有二十四尊妙音鸟飞天雕像 他们手中拿的乐器 与福建泉州南音中使用的乐器 极为相似 南音也叫南管 这种音乐仅在东南沿海得以留存 是现存音乐中最接近唐乐的 安禄山当年想听 而没有听到的音乐 今天我们有幸还能欣赏到 他 tack上参照片 这种音乐坛 它将魂的声音乐中最好 这种音乐书 能不能听到的音乐 在音乐 華言不应该 不耐心的音乐 不耐心的音乐 超音乐 这个音乐 你还靠换 感觉 不耐心的音乐 你们说 你还能行 不耐心的音乐 如果我去免充 你能读 时動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境也是心境 更是诗境 王庚生在泉州做园林景观设计几十年了 他的梦想就是要建造一座唐诗中所描绘的园林 我小时候 我们一家住在水头镇上 一座很老旧的房子里面 我正常看家里小桌上的一个茶盆 茶盆中画着石头 还有浅水 松竹 明日还写着 明日松金照 清秦史上流 我们漫步在泉州街头 会发现许多人家的大门匾额上 镇刻着开敏传方四个醒目大子 打听便知 这家主人一定姓王 跟唐代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他们的祖上是唐末五代开发福建的开敏三王 这里是王登生的老家 这个布鲁是有太原到山东南亚 然后从山东南亚到河南福祉县 然后福祉县再到福建来 王省之后他们三兄弟就带领了六十四项的部将 这六十四项部将到福建来就开发福建 他们就没有再回到福建去了 所以这六十四项就变成福建的始祖 傅孙毅今年83岁 泉州民俗专家 对泉州俗语 歌诀 姓氏来源等 都有很深的研究 他说泉州人大部分是从河南移民过来的 泉州方言是从河流那边过来 就是黄河的肉属之间 我们叫做河流方面 就是河流文化 因为晋人圈取到这边定基 所以这条江就定名叫做晋江 晋江就是古泉州的所在地 因晋人南迁 沿江而居得名 唐代才正式改名叫泉州 这里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 地下看西安 地上看泉州 我们通过南迁的族群 至今保留的生活习惯 尚能感受到远隔千年的大唐余温 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依然在享用唐人的遗产 回望着唐人的生活 群州的很多老年人经常聚会在一起 用古老的闽南话吟唱唐诗 恰恰情情 留下情 动乱平息 心地当政 因为与叛军的关联 王维虽然被贬官 但耻辱和自责交织 成了束缚诗人身心的简 这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老版本的网川时刻了 网川集二十首是王维网川山水师的集成 记载了传说中的网川二十景 在诗人心境的衬托下 山水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天我们可以看出 王维当时对园林的选址是有明确意图的 此地距离长安四五十公里 离著名的隐士之山中南山有六十多公里 这个微妙的位置耐人寻味 既可以品味山水之乐 又可以顾及庙堂之志 可进可退之间 依然保持着未尽隐士风度 也是文人观望仕途又心细自然的不得已的选择 王维这种因为失忆而不得已的选择 已经成为今天某些人追求的一种意境 张建峰住在西安城区 他创办了一本问道杂志 采访了五千多位住在中南山的隐士 这些隐士或多或少都受到王维的影译诗篇 和他原林思想的影响 《网川图卷》是明朝的知名画家邱英绘制的 《网川》 我觉得文人应该都很神往 我们参考了好多次 把这个就是名画人的网川 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一做了一个梳理跟修理 张建峰在中南山边租了一块地 建了几件茅屋 好中南草堂 他每周都会有一半的时间 和几个朋友来这里小住 感受自然带给人的放松与安静 一天早上鸟叫的时候就起床了 因为这个鸟能感受到自然的气 气最好的时候就是该动的时候 鸟动的时候也是人动的时候 人的动静合于自然的动静 王维在网川别业中建立了人与自然 原理 优优独播剧场——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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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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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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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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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林成为诗人意境的依托 借景欲心 借景欲人 除了画意的描写 他还善于捕捉自然界各种奇妙的音响 创造出一幅幅具有高度美感的有声诗画 王伟第一次把诗书画乐的创作方法 应用到袁林的创作中 使袁林提升至艺术的高度 从他之后 文人的意境之美 成为中国古典袁林设计中 最为考究的思想之一 可以说 王伟引领了文人造源的先河 他创造了自己梦想中的网川 这个选择使中国袁林走出深山 为今后袁林向城市的迁移做好了准备 他为平复自己的内心造了一座园子 这座园子 这座园子不但成为后世文人园林的范本 也改变了中国皇家园林的风格形态 千百年来 王伟笔下诗情画意的网川 吸引了无数来自天南海北的文人墨客 僧侣 达官贵人 他们跋山涉水 千里迢迢探访王伟的足迹 希望重温诗人笔下网川的旧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网川建造了很多工厂 山形地貌遭到严重破 王伟的墓也被压在一片厂房的下面 这棵银杏树相传为王伟亲手所栽 此处直径达到二十五六米 他守护着这里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众王伟笔下 川西老虚 扉为一 誠無憾歌半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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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怕多便是 雖然相丹為故意 解解解故事 何必悠悠恋世相 都心悠悲目ま前提 王维的网川别也不在了 但是他在网川诗句中描写的园林景象 却让王庚生产生了实现他的愿望 这首诗中隐含的意境 和诗人所要抒发的情怀 我不大意见 本诗中所描述的永远景象 足以到我们的陶醉 向往 在他家的这块地上 想实现王维描述的园林是不可能的 最后他决定做一个缩小的景观 在现存于世的唐诗中 有关园林和自然环境的描写数不胜数 因为那时建园和游园已经成为风尚 唐代的文人园林自王维开始就已形成规模 甚至在长安城与中南山之间 还形成了文人聚居的文化带 到中晚堂时期 文人园林更是迅猛发展 宋代大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飞 写过一篇《洛阳明园记》 里面详细记载了宋初时 仅在洛阳一地就有一千多座私人园林 书里面还记载着有一处园子叫大字寺园 宋初时已经稍显破败了 这个园子在唐代时叫做吕道芳宅园 园子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主人 就是大名鼎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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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 丢破琵琶 不安家面 丢破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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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星 难怪后人称她诗魔 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歌女 她也能为她写出六百多字的 长篇叙事诗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一个是被贬的江州司马 一个是流落红尘的琵琶女 白居易却从琵琶曲中 听到和自己一样的命运 那天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从此她早期的政治锐气逐渐低落 避世情绪日渐增多 好避世去党 小天恰恰恰与世的 舌正恰恰与世的 折腾了大半生的白居易 最终还是从王伟晚年的观影中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既然无法改变时事 何不把心思寄情园林 莫管闲事的心态果然灵验 白居易此后不知不觉 观也越做越大 从中书摄人一直做到河南引 观居正三品 他上任后不久 就从洛阳田姓人家手中 买了前面提到的那处宅子 旅道方宅园 王伟是把园林建在靠近城市的山边 但白居易要做得更彻底 顿入深山与他热爱生活的本性不符 他更愿意出门就是朝堂 回家即是山林 他提出了中隐的理论 进不去要路 退不入深山 深山太祸落 要路多显尖 不如家持上 乐意无忧患 这种不走极端 行于中道的概念是化时代的 自春秋战国开始 一千多年里 中国文人无法解决的 是与隐的矛盾 到白居易这里 给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式 甚至可以说 为人与自然的理论体系 画上了句号 此后再也无人超越 也是从他开始 园林具有了实用的属性 城市中的自然 白居易把诗比作树木 提出根琴 苗言 华生 实意的观点 用植物的形态 体现出诗的意境 触类旁通 唐人提炼生活的思维方式 还激发了 另一艺术门类的发展 园林本来就是自然的缩影 而唐人竟然能把它变得更小 1971年 在陕西出土了 前陵张淮太子墓 在墓内涌到东壁上 有画形象 它其实就是园林的缩小简画板 是人们期望怀抱自然的产物 清代文学家张朝说 居城市中 当以画符当山水 以盆景当院柚 缩地成寸 原本是神仙才能做的事 但是在人间 秀丽乾坤 却并非不可实现 今天的天气没那么热 陈汉农又来到郊外 寻找好的盆景素材 他是一个对盆景痴迷的人 盆景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走进陈汉农的家里 到处可以看见他创作的盆景 原音其实就是把那个盆景 把它放大 那就其实就是原音 那这个原音就把它缩小了 就是变盆景了 不管你看到什么材料 然后才去构思 但是你平时 一把它构思一点也可以 你一发现那个材料 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了 陈汉农从唐代诗句 体悟到的原灵意境 虽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具体实现 却已浓缩在他的盆景之中 一个接触这个 你就会有一点的神秘观 你肯定会的 每个人都懂得懂得美 特别是女人 我跟你说 那女同志女朋友真的是 她很会打扮 其实你平常注意她是怎么样打扮 那你就会打扮这些了 真的是会这样 其实陈汉农连小学都没毕业 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琢磨和钻研盆景 自然一直在我们身边 虽然是缩小版的 盆景的形态虽小 却代表着我们对自然的向往 对美的追求 而且已经成为 目前大多数城市人 唯一可以拥有自然的方式 其实大小的观念 只在外部 拨在内心 就像借纳虚拟 而虚拟也是一个世界 同样想实现唐诗里 圆灵意境的王庚生 却已经开始在自己家不大的地方 搭建起一个缩小版的 真正的唐代园林 唐人虽然把自然缩小了 却没有把生活的质量一同缩小 而是更充分地享受生活 唐代中晚期宁臣当道 政治没落 社会动荡 为了排解人生烦恼 白居易热衷于以祭月诗酒 放纵自语 在白居易的那个时代 家记非常流行 它也紧跟潮流 蓄迹养灵 一名善歌 名樊素 一名善舞 名小蛮 我们现在所说的 樱桃樊素口 杨柳小蛮腰 指的就是他们二人 帅真的白居易是个好客的主人 没有良辰美景或雪昭月息 白居易便邀客至家 一面饮酒信步 一面吟诗操琴 后边有家童演奏 泥商语一曲 中间有小记歌唱杨柳枝 你真我饮乐在其中 白居易爱酒 他自己也说过 千万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 这是为了消除九天的疲劳啊 如果不是九天的疲劳 怎么能服务好人民 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 又怎么能娱乐自己的身心 九老会这幅图描绘的 是唐武宗会昌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 九老在白居易居处 饮酒欢聚 附诗作画的情景 到了南宋时期 这种园林生活的题材 在画院中也非常盛行 涌现了大量这一类型的画作 而明代宫廷画家 在承袭南宋画风时 又将此类具有历史典故的题材 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文人的心意是相通的 其实一直到近现代 还不断有文人们重复着同样的题材 憧憬着当时的意境 仕途上的诗意 触发了原民的心声 这似乎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悲剧 大多数文人都在政治与自然 这两股力量间徘徊 但是白居易却找到了一条缝隙 脱身而出 现今留存的五万首唐诗中 竟有近四千首是白居易的 可谓是一个超多产的诗人 尽情生活 尽情创作 他的诗中有 《酒狂又饮诗魔法》 《日舞悲银到日息》的诗句 后人便把白居易称为诗魔 和王维的诗佛相应相成 白氏文集在白居易67岁时 传到了日本 此后白居易的园林思想 也逐渐成为日本园林的灵魂 网川碟叶给了王维第二次生命 宅院却让白居易把生命 全身心地投入到园林之中 他七十岁那年 仿佛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 他先让樊素小蛮回家 还吩咐把自己的马也拉去卖掉 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 心爱的马却反顾而鸣 樊素和小蛮也都不忍离去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选择了孤身而亡 也许这是他追求的快乐 如同一只秋蝶 萦绕在他自我的园林 青花 自烹梦 秋天 红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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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